勵志尋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 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 ㄎㄧㄤ ㄎㄧㄤ 嗨 大家好 我是美根 我是 Amber 哈囉 嘿嘿 什麼鬼 我這禮拜非常的開心 怎麼樣 因為我人在台北 開心 寶島台灣 所以呢 我想要在這邊跟大家講 就是各位聽友們 我們可以辦粉絲見面會了 想什麼啦 什麼時候 您不用隔離嗎 你們聽到這一集的時候 我已經快要隔離完了 所以我們粉絲見面會約起來 約起來 私訊我們 好 反正我們的粉絲頁跟IG 都沒有人要加碼 也都是我們的朋友嘛 所以 所以 你們就在上面找我們啊 粉絲見面會 約起來 原來粉絲見面會 其實 只是要約朋友而已 只是要約朋友 欸 假裝 還自己先講得好像很厲害 粉絲見面會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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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想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每天在 我們每次在錄音前 都會先小開會 我是個控制狂 控制狂人 對我是個控制狂 我相信大家聽我的聲音應該都聽得出來 聽得出來嗎 那我的聲音聽起來像什麼 就是被控制的人 喔 這 不對 不對 你知道我的聲音聽起來像什麼嗎 被綁架的人 不是啦 失控的 我們現在要 我們要 跟控制有關 你幹嘛突然講一個綁架 因為大家都說你聲音很糊啊 喔 對對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聲音糊呢 不是你們耳機出問題 如果粉絲見面會 你們看到我 還是一樣糊 不過我告訴你 你知道我有個朋友 他有多麼有禮貌 他有一天就私訊我說 請問一下你們用的設備 都是同一支嗎 然後我就說 怎麼了嗎 我就是覺得你朋友 到現在齁 我聽到的啦 講話都算是客氣 非常的委婉 非常客氣 就是有社會化的一些人啦 畢竟你知道 我在江湖怎麼說 也多比你走跳了十年 要是我朋友的話 就是說 欸你 講話怎麼講 你是不是躺著路 然後回來 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前面都是 會先開會嘛 然後我是一個控制狂 然後 Amber是一個失控狂 所以 我們常常就是會前面開會 就開很久 很久 對 然後導致我們錄音 會錄到深夜這樣子 真的欸 其實我們真的是 大家都知道 我們隔天還要上班 對 我們隔天還要上班 我剛剛在跟Amber開會的時候 我就說 因為我們一 我是做Marketing的 Amber是做PM的 然後我們就在說 我們要各司其職 然後呢就是做Marketing的 就要貢獻Marketing的專業 做PM的就要那個片子要剪的 就是完美這樣子 就是要把產品做到最好 嗯哼 Amber就跟我說 我們現在是要把Podcast當事業嗎 是嗎 讓我想到昨天 你知道我昨天看 唐立琦老師的那個星座分享 你居然會看 對 我昨天太 你知道我昨天吹頭髮的時候 大概只剩大概 十分鐘的那種很零碎的時間 然後我就想說 隨便點一個東西來看 然後我就打開那個Youtube首頁 他就推薦我星座 對 然後我想說whatever 就看一下下半年的星座運勢 嗯 然後我就有點不耐 我還直接拉到那個財運那邊 嗯哼 跟事業那邊去 結果 然後呢 他就說 我的事業 在大概九月十月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轉機 然後 對然後財運呢 就九月到十月的時候 會有人捧著前上門找我 我 那你有沒有順便看我的啊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一定是我們Podcast 搭紅大紫 嗯哼 我就馬上去看 Amber的這個 星座 對 然後你是處女座嘛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呢 我就看了九月十月 欸沒有欸 平淡 平淡 對 平淡 所以我們暫時不需要 把Podcast當成一個事業 OKOK 開心 對我們就輕鬆錄 輕鬆錄 對 因為畢竟工作跟 呃 這算什麼 興趣 興趣 就是你要做事的態度 要差好多 對 所以你就怎樣 用腳剪片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嘛 我剪片都 呃 留很多嘛 所以才會有四十分鐘的 輝煌的那個 時間啊 呃 就是那個很很長啦 哦 就捨不得剪掉啦 好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正題 我們今天要來講什麼咧 那我們今天呢 又要帶給大家最愛的 來自欣欣的懲罰啦 是的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 KTV 寫阿娜要找這個 要回台灣以後 其實就還蠻想要去K歌的 我覺得我們要約起來 可以欸 我上個上一集 不是有K歌嗎 嗯 我很擔心收到那個負評欸 你是會那個嗎 唱歌收到負評就會 氣爆的那種人嗎 我不曉得 可是那還是會 暗自傷神一下子啦 真的假的 但是不會太久 大概一分鐘兩分鐘這樣 傷神欸 你知道我唱歌追求的是什麼嗎 追求的是什麼 破音啊 所以你錄趴開始追求的是什麼 快樂啊 好 不是破音就好 有沒有 有 反應很快齁 有 總而言之就是因為我太想要去唱歌 所以我決定我們就來找KTV 先讓我就是進入一下這個環境裡面 嗯 OK 我先來幾個比較 比較 怎麼講 柯薄的評論 嗯哼 這是一個 兩顆星的評論 來自 Dong Ming Ling 他說 過時又臭的KTV 如果你想唱老歌六小時 你可以去那裡 這個KTV是他 我在查的時候 他是一個比較家庭式的Karaoke 嗯 欸我問你一件事 你 開始 只唱 以前的歌不唱新歌 有多久了 你為什麼要預設我是這樣 沒有啊 我不高興 我不高興 沒有因為我本人 也是 所以你覺得說 你看到這個評論 你沒差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只會唱老歌 你你會唱的那些歌 現在大概停留在幾年份的歌 停留幾年份喔 對就是什麼 年份 但我最好 我可能最新的話 最新的話 可能都已經在15年了 你說2015年 誰那是誰 類似大概是什麼時期的歌 類似徐佳穎吧 這類的歌 喔徐佳穎 喔那還算滿新的喔 嗯 對但就是再新的歌 我都比較少去練的 所以現在KTV排行榜上的歌 你認得嗎 啊 新歌榜我就不大認得了 我覺得大概從三年前開始 完全不OK 喔 我每次 每次只要聽到 因為我還是有 滿多朋友都是會唱新歌的 然後我都會想說 啊 沒聽過 那我覺得你要 要可能要換一群唱歌歌友了 你可能要換到我們這一群 換到比較資深的 我現在的歌單大概約莫停留在2000 2000年左右 太久以前了 2000年是20年前 對我大概停留在就是 五月天 什麼 周杰倫剛出道 欸對對對 太久了吧 而且等一下你唱歌 會唱周杰倫的歌喔 為什麼不會 你不會那種狂吼的嗎 那種離開地球表面那種狂吼的嗎 還好 什麼丟掉書包啊 丟外套啊 丟外套啊 欸我現在怕我用唱的 大家會生氣 你剛剛是不是 我用臉的 忍住 Hold住 欸我跟妳講 我有一個病欸 假如說它是歌詞的話 我就不能用原音的講出那一段話欸 真的嗎 因為很難啊 那你現在講像丟掉書包丟外套 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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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掉...書包 書包 走音 我講不出來 會走音欸 好 這是一個病 我有第一個病就是會這樣 就是如果是 我知道是歌詞的話 然後我就會 不能好好的講出它 除非我非常專心 第二個是 假如說 你現在 聽到一首歌了 然後你要想它的歌名 我覺得從頭一直在腦裡一直唱唱唱唱 然後唱到那一句 可是很多歌名 沒有沒有在歌詞裡出現欸 那種我覺得永遠想不起來 Ok 可是我跟你講 我發覺人老了以後會唱兩種歌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他們大學時代最愛的歌 因為據說人的音樂偏好 基本上是 形塑音樂偏好是在大學時代 所以大學時代左右 是嗎 對 你喜歡的歌 就會通常那樣子的曲風 就會跟著你一輩子 哼 對 然後因為我蠻多 像你這樣年輕的朋友的嘛 然後所以我還有另外一個歌單 然後那個歌單是 你們的高中大學時代的 太常聽你們唱 所以導致我也知道這樣子的歌 因為那就是我們童年 童年啊 對 所以我就是會有兩種歌單 但是你們唱的也都是舊歌 對啊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融合 即便我們差了十歲 可是我們還是在一群舊歌單裡融合 對 我們就會被現在真正的小朋友 沒有覺得 怡氣 這唱什麼歌啊都沒聽過這種 所以如果我去這間KTV 我應該要留五顆星 對 然後說 這裡老歌非常豐富 而且年輕人不會來 對耶 而且你看到他的歌單的時候 就是他的熱門歌單的時候 你也不會覺得被傷害情感 熱淚盈眶 對 熱淚盈眶 覺得共鳴 共鳴 共鳴強大 你剛剛那個是說 就是裡面的設備跟歌很老 對 很討厭的嗎 對 但我這邊有一個 完全跟你相反的例子 這個是一個阿多仔 他叫做Jade Morton 然後我這則是卡拉OK的喔 卡拉OK 對 就是台灣大家印象中的那種卡拉OK喔 他給的是四顆星的評論 然後他說 他在一個很黑暗跟不棋眼的角落 但裡面是一個美妙的 All School的卡拉OK俱樂部 他很難找到 我經過了幾次 問了鄰近的商店 但都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 我喜歡這個神秘的位置 因為他讓這個體驗變得更加有趣 進去之後我被1970年代的酒吧氛圍嚇到了 牆壁上擺滿了牆尼黛普的照片 椅子跟桌子看起來也跟牆尼黛普一樣 大概50歲 我們旁邊的客人是KTV當地的老手 他們每個都有自己的麥克風 真假 真的真的 他們唱起了中國的古老愛情民謠 他們就會開始回憶起年輕的愛情 這個KTV不是豬用自己 不是包廂 要選一首歌曲你就要跟DJ交談 重點是 就是這位阿多仔 就是給這個卡OK極高的評價 但這看起來就是 我們真的腦中印象那種 昏昏暗暗 然後外面就是貼那種毛玻璃 你也看不到裡面是在幹嘛的那種卡拉OK 就像那種名字會叫 午夜巴黎的那種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然後用那種很厚重 然後有鋪棉的那種門 然後推進去 然後大家會在那邊放酒瓶 然後記名那邊的 對不對 把酒記在那裡的那種卡拉OK 他就是這樣 可能是因為阿多仔的那個 他們的卡拉OK 好像都跟我們不大一樣 而且我覺得他抱持著 比較觀光的心態在看這個吧 哦 對啦 他如果真的要在他回去第二次 我覺得他也不會回去 也是 因為畢竟旁邊的 你看旁邊的那個 其他人都有自備麥克風 那他還有得唱嗎 他那個 你點歌要去找DJ 其實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 這樣至少 你不可以 隨便的切人家的歌 或插人家的歌 就KTV有一種人 很討厭是不斷插歌 哦 插歌的真的是 不可以 我啦 我個人 我從來沒有唱歌 然後把 全部點的歌唱完過 就最後走的時候 一定還剩好幾頁這樣 哦 對從來沒有唱完過 從來沒有唱完過 所以如果你看 大家會去點的時候 他已經排隊 這樣點點點下去 除非你是那種都不唱的 然後大家就會說 欸 你去插一首啦 這種 不然你突然 或是要吵樂氣氛 插歌 不然你被插的話 你就會想說 你想唱我不唱哦 這邊有一則 我覺得這個是服務極好 它是一個五顆星的評價 是 Yanny Tan留的 她是一位小姐 OK 她說 散步後我們去了一間超級豪華的KTV 老公在那裡幫我辦了我的生日party 我的朋友跟我都非常喜歡唱歌 但是我們都沒有去過這麼好的地方 這個地方聞起來非常的香 完全沒有KTV的煙味 而且服務超級友好跟周到 經理甚至願意一起與我合唱 他也邀請店員合唱哦 他邀請經理跟他一起合唱 因為突然KTV店員都臉蠻臭的 臉蠻臭的 就是 但我覺得 就是難免啦 因為在KTV的那個 唱完歌的人 應該都是蠻失控的 超失控的啊 對啊 所以他們可能也覺得 就是很非常疲憊 你在KTV做過最失控的事是什麼 或是你跟你的友人們 做過最失控的事是什麼 我 就跨年的時候 我們去唱歌 我們就是開了一些酒來喝 對 然後後來他就喝KTV了 反正總之呢 就是在結帳的時候 本來是另外的人要買單 嗯 結果那個卡刷不過去 然後我那朋友就說 沒關係沒關係拿我的 但是他那時候已經KTV掉了 整個超爆KTV 然後他就一直拿悠遊卡 給店員 就說你刷這個就對了 刷這個就對了 然後重點是店員好像也 就是不宜有他就拿去 還真的刷 但是那就是悠遊卡啊 不是悠遊信用卡 不是是真正的悠遊卡 店員看不出來嗎 店員也蠻ㄎㄧㄤ的欸 對 然後店員 之後你回來的時候 店員就說 這是悠遊卡 後來就有另外一個人進來 但他一進來的時候 因為大家已經要買單了 然後就叫那個人付錢 然後那個人跟店員就在那邊講了很久 然後店員就說 他們一直要我們拿悠遊卡付錢 然後一直盧 進來的朋友 他就是唯一清醒的人 就來付錢的 好可憐喔 欸那我想講一個 不是我 也真的不是我 但是是ㄎㄧㄤ的事情 但是因為 跟我去唱過歌的同事 都知道我非常喜歡續唱 嗯 就是因為我只要一嗨起來 就是沒有辦法收 我就會一直續唱 然後那一次我們唱了八個小時 呵呵 太久了吧 超久 唱八個小時 欸女朋友脾氣很好欸 大家都很有力氣欸 大家都很有力氣 但重點不是八個小時 是八個小時 我們的歌還沒唱完 嗯 然後呢 最後一首歌他就沒有來 然後呢 我同事就非常非常想唱 然後他就一直說 我的弟弟隆怎麼還沒來 嗯 然後就一直說 那首歌叫弟弟隆 然後說我弟弟隆怎麼還沒來 然後呢 他就有點ㄎㄧㄤ掉了 然後因為就已經結束了嘛 就有一次 都已經 那個電視都已經補 清場 清場了 謝謝你的光臨什麼什麼 歡迎下次再見 然後他就拿起電話 嗯 就 KT明天的那個服務鈴 跟電話唱 把弟弟都一直唱是不是 是 呵呵呵 我不知道電話離那一頭怎麼回 可是我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們的臉都會這麼臭 就想說 這些人 不要再 就饒了我吧 就超多ㄎㄧㄤ人的 真的 呵呵 我這邊有一個閒店員的 好 他是 他叫陳佩如 他給的是一顆心的評論 他說服務動態差 要個水杯 胖胖的女服務生 竟然說要等隔壁包廂有空餘的水杯 今天又不是假日水 竟然要等隔壁的 你說他水杯不夠 對 這太荒謬了吧 而且重點是他說要等隔壁包廂 我一看到我想說 好噁心喔 為什麼 就是 就是 你說要等 有人收就算了 然後說要等隔壁的 感覺就是要拿隔壁的來用 是不是 這個超級奇怪的啦 很怪對不對 這個蠻神秘的 這給一顆心 而且我覺得我們錄這麼多集 你看 你看 你看這種很生氣的 他都會用一些言語攻擊 那個店員本人 例如說他說他是胖胖的女生 對 我覺得這真的很不ok欸 是啊 好我想來講一則是 KTV不像KTV的 好 這是一個一顆心的評論 是Melvin留的 他說 雖然價格非常實惠 但音響系統超級爛 你不值得在這邊花錢 建議你直接在浴室裡唱歌 效果比較好 哈哈哈 你會在浴室裡唱歌嗎 我洗澡的時候會大唱歌 一定每天唱 嗯 嗯 我原本是會那個 直接清唱的那種嘛 但我後來沒有歌曲了 然後我就會播音樂 然後跟著唱 你洗澡跟我聽不到音樂好不好 我就開超大聲的啊 我是真的啊 我認真 因為我在那個浴室裡面就放了一個 就是反正我會有一個手機架這樣 然後它就是會放在有點像 好例如說你把它放在水杯裡面 它就會變更大聲 你懂我意思嗎 什麼意思 你把你的手機放到 例如說你的水杯好了 你把你的手機放在水杯裡 你知道它 因為它就會打到那個水杯裡啊 所以它共鳴 然後它就會變更大聲 就一個天然的音響的概念 你家人有覺得很困擾嗎 我不會啊 我們住山上欸 假如說腦海裡沒歌的時候 但你又不能靠這些手機什麼設備的時候 我就會唱什麼歌嗎 什麼歌 我就很容易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會很容易哼一些廣告歌 好我可能就會突然開始在那邊 哼綠油精 不是可是你要想 你唱廣告歌 你洗澡要唱幾遍才夠 20遍綠油精 這不合理吧 還有一個就是 也會 你會突然哼起那首歌 這個時候我們在家的時候 然後可能 喔好我弟弟好了 他突然在唱一句歌詞 然後 他就在唱 但我們就其他人在做其他事嘛 然後我可能就過了三五分鐘之後 也開始唱同一首歌 對 對對對 就是會這樣 然後我都會每次開始唱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要唱這首 就是剛是誰 對我就說是誰 剛是不是有人唱這首歌 大家都有這個 大家都有這個 大家都有大家都有 或是說其實你們可能中午 在某個餐廳吃飯 聽到一首歌 然後兩個小時後回到家 就開始唱 對對對對對 所以腦海裡有歌很重要 不然洗澡會沒東西唱 真的耶 我有一個 真的蠻Q的 他是 H Huang 他給的是五顆星的留言 他說 被KTV耽誤的熱炒店 哈哈 但我覺得 真的有一些 KTV裡面的食物是很好吃的呀 我覺得很少 譬如說 牛麵啊 水餃啊 你這都是在講錢櫃啊 新據點的話 烤鴨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其他完全不OK 喔是嗎 對啊 可是我跟你講 我是那種 去KTV會狂點食物的人 狂點食物嗎 你說你點完低消了 還要再狂點食物嗎 對 我覺得在KTV就是一個狂的人 就狂續唱跟狂點食物 上次我唱八小時那一次 超多食物沒吃完 大概還剩四十顆水餃 我還強迫 我同事打包 你為什麼要狂點 我跟你說 因為我其實 很少唱歌 你是說你很 你去唱歌 你很少在唱是不是 對 我去唱歌的時候 我很少在唱 就是所以我都會一直吃東西 那你幹嘛一直續唱 就是氣氛很嗨啊 剛不就有獎件 你就喜歡這樣嗎 是喔 欸你真妙 我以為是因為你覺得唱不夠 不是 等於說我付了錢 但是我沒有唱到 所以我就會想說 那我要吃到 哼 我要吃的比別人多 對 就是你唱的比我多 但我吃的比你多 公平 你是能吃多多啦 我來唸幾個 我覺得我看很高科技的 哼 Lidia Cole的四顆星評論 她說 漂亮的房間 而且很容易可以選擇歌曲 在選擇歌曲之前 他們會向你展示這個歌曲的MV 避免你選錯 你點歌的畫面 嗯哼 她會秀她的MV畫面 喔 就很像那個Netflix這樣 對 嗯 喔這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超貼心欸 嗯嗯 我覺得這是high tech的象徵欸 真的 像那個 我們要點 堆堆堆的話 就想說我要點蘇打綠的堆堆堆 然後就點到那個 點到黃飛的 啊對對 我剛甚至不知道她是誰 不是啊 你這個直接看名字就知道了吧 其實大家不會注意嘛 因為我覺得可能如果 好現在想要唱堆堆堆 我就會直接 直接打堆堆堆 追追追這樣 然後你一看到追追追 你就點下去了 可是我一定是唱黃飛那個 世代差異又出來 哈哈 黃飛的喔 對 你剛一講完啦 我就想到 就是 你知道唱歌的時候 還有討厭一個類型的歌就是 那個MV 演得有夠長的那種 就是中間的片段 你就會等他們演戲演很久 對 喔那種就 每次都會等到受不了 然後就把他卡掉 可是現在應該比較不流行了吧 前一陣子很 以前的年代 對以前 嗯 就是桂倫美那個年代 對對對 那個誰 蔡健雅那個 那個導演每次都拍很長啊 真的 然後還會在中間突然大叫這種 後來我就是很討厭這種歌 對喔 我們大家後來也都不點這樣子的 那你講完high take 我來講一個 就是又是副品的部分 他就葉平宜 給的是一顆心的評論 他說我們訂了一個15人的包廂 才超出四個人而已 冷氣完全變成不冷 如果只有一個人流汗就算了 但怎麼調整都沒用 還要打開門唱歌 整個包廂的人都覺得很熱 超爛的 打開門唱歌怎麼唱啊 對啊 什麼是打開門唱歌 打開門唱歌旁邊包廂會抗議吧 這個超不OK 但是你這個 你這個冷氣的我也有一個 嗯 他是MIP的三顆心評論 他說 我們在二十號房間 No air con 麥克風很好 但是 No air con 我去大廳跟他們反饋的時候 那邊有冷氣 但是房間裡 No air con 他們跟你結帳的時候 不是從你進入的時間開始算 是從你在外電外面等待就開始算 蛤 此外 No air con 嘿他這個No air con灌輸他整個的評論 他沒寫完一句就寫No air con No air con No air con 他超級無敵生氣 欸真的真的不行 但你有覺得那個嗎 KTV的那個冷氣真的是很不OK嗎 K 為什麼不OK 因為通常的KTV的冷氣啊 你都是 呃 因為也不是說通常就有一些地方的 都是你只能調強弱而已 你不能調溫度 啊你也不能關 因為他是中央空調 可是你需要調那麼細緻嗎 不是 有時候你就覺得冷得半死啊 還是說你要靠那個歌曲來控制這種細微的差別 例如說現在就整個都大家覺得很冷 你就點個那個 離開地球表面 然後大家就動起來 馬上就熱了 但如果現在就整個已經太熱 你就自己插播一首 只有你會唱的歌 別人都不會唱 然後大家氣氛馬上降到冰點 對 馬上心境自然涼 也不用調 呵呵 好好笑 不過我覺得開 開那個包廂門太好笑了 開包廂門真的太辛苦了啦 呵呵呵 這樣 而且這樣子很沒有氛圍耶 很沒有氛圍 而且會變很亮 對啊 對啊 走廊超亮的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滿好笑 他叫阿迪 給的是四顆星的評論 欸他給四顆星喔 但他是負評喔 他說 超貴 CP值很低 音響不是很好 餐點超難吃 薯條我懷疑是麥當勞丟掉的薯條件來的 哈哈 滷肉飯 7-11的微波都比較好吃 欸奇怪 這個人 他全部都負評欸 我以為他後面有平凡 他就是一個心修很寬大的人啦 很寬 心修很寬大 可是他講的很不合理 什麼叫麥當勞丟掉的薯條件來的 這也太難了吧 成本比較高吧 沒有 他只是想講說 這東西就是真的是有多麼垃圾吧 可能 喔 那我最後再來一則 我覺得有點奇妙的 欸 這是一個五顆星評論 他是Melvin流的 他說 這裡的音響系統非常棒 唱歌的過程當中 麥克風不會發出其他汪汪的噪音 而且他的低音非常的厚實 高音也夠高 也不會破音 他講的 他講的就是很多細節 專業喔 嗯 對 而且我為這裡的多國語言歌曲感到驚訝 他們有越南歌 喔 真假的 我覺得很酷 欸 很酷欸 假設以前在 你知道我以前那個年代的歌單 是一本一本一本 現在也還有啦 可是 對 大家比較不會看吧 沒人在看了 沒人在看嘛 嗯 以前就是會有 國語一本 然後 台語 客語 然後 英文歌曲一本 對 對 如果他這邊有越南歌 他 不知道欸 他要在好多本是嗎 就你進去先選國籍 他會不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變成一圖書館 真的 先選字典的概念啦 很猛欸 超豐富欸 欸 好難喔 我覺得我在台灣看過 KTV最冷門的語言 沒有啊 沒有啊 韓文 韓文有嗎 蛤 沒有嗎 韓文應該是那個吧 標配吧 這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聽韓文 我韓文歌 有日文啦 就是有什麼 就是台語 國語台語 客語嘛 然後 日文 英文 好像就這樣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越南文很酷 好啦 今天這個禮拜就這樣子啦 嗯 我們下一次其實可以在我們的 我們下一次其實可以在我們的粉絲團跟IG 問大家要聽 什麼樣子的新興評論欸 開放大家點餐 或是我們就給大家 你知道 我們就給大家我們 就是預計要的兩個 喔對啦 不然就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如果大家選一些什麼舞廳啊 那李榮月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對對對 那今天就這樣啦 就是 我們就是在這邊再呼籲一下大家 可以熱烈的到我們的Podcast底下留言 加五星評論 這樣子每一個人辦見面會的那個 效率會越來越高 不是吧 應該是 大家記得到粉絲團跟我們互動 然後不然就是 我見面會其實沒有 聽友來 都是我朋友 好啦 我是美根 我是 Amber 我們下週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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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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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